受冷空气影响,9月1日,神州北极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墨河市最低气温降至零下4.2度,迎来今年入秋以来首场霜冻,比去年早17天。 墨河市地处黑龙江省北部,北革黑龙江与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和阿姆尔州相望,素有神州北极金鸡之冠的美誉。 墨河市是中国最北边的城市,也是中国纬度最高,气温最低的城市,冬天最低气温达零下52度,所辖北极村是中国唯一可观赏到北极光和极昼现象的地方。 8月31日夜间开始,墨河市气温持续降低,9月1日一早,墨河市区花园里树木的叶子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白霜, 绽放的花朵也被一层层薄薄的冰霜覆盖。 外出晨练的市民和游客都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,头上戴上了帽子郁寒。 早市上,很多摊贩穿着羽绒服,棉衣,摇喝卖菜。 摊位上的蔬菜也盖上了棉被,毯子保暖。 据墨河市气象台台长许丽灵介绍,墨河市近期降雨刚停, 同时受冷空气影响,气温急剧下降。 迎来了金秋首场霜冻,比去年提早了17天。 墨河市气象台于8月30日发布了霜冻蓝色预警, 提醒游客和当地居民预寒保暖。 未来几天,墨河市气温将有所回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